鼠牛虎兔 龍手馬牙 活雞狗豬 蛇年說笑 好的 我是奧夜DJ娃娃 蛇年說笑 我要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過年邀請到 如果你常常有在看電視秘密節目的話 一定會看到他 因為他頭髮很白 他說他小時候就已經白了 他就是有俗稱那個 鶴髮童年的蔡上基老師 我好 老師你可以跟我歐夜一下嗎 就是過年 歐夜 歐夜 好可愛喔 好 老師還有英文名字喔 叫做Wisden 是 中文叫Wisden 謝謝 就是有很智慧的意思 所以老師麻煩你了 就是我們今天就先來講那個 2013年12生肖總體運的前三名 把你的智慧來告訴我們 分享給聽眾 好 第三名的生肖是鼠羊的生肖 是 所以鼠羊的生肖最主要是因為 他在十年這一年 他在人際公共關係的一個地位會提升 他的生活品位跟生活物質 因為他的人際交際應酬多 跟著也增加了 不管金錢在怎麼省號 但是人際公共關係是會帶來他利益的 所以他花點成本去做為人際公共關係的花卉 其實這也算是一種的投資 好 我覺得之後呢 就是今年應該會有很多的那個貴婦跟名媛 就會在今年鼠羊的人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子的 就是政商名流 所以你如果是在這個整個公共關係前裡頭 好不好你會發現 鼠羊的變多了 好 來 第二名序 第二名是兔子的 兔子的在應酬裡頭 他可以保本 所謂保本就是故所原有的根本 等於就是說 他最不好最不好的狀況 也就是等於是現況 等於就是在整個應酬裡頭 他是有循序漸進式的發展 那跟兄弟姊妹之間的合作是可以帶來利益的 但是要小心意見不合 而跟兄弟姊妹之間有一些摩擦衝突 所以跟兄弟姊妹要合作的話 要謹記不要傷了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 那有一點比較差的就是 屠兔子的這個父母親們 如果說你想要生小孩 那他可能懷孕的運氣不是那麼好 那如果說已經有小孩的 那這個小孩如果說是已經蠻大的 那你要小心他出門在外 有一些意外 血光之類的發生 所以就是屬兔的人 如果今天要懷孕 可能運氣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屬兔的你已經有小孩了 你要小心你的小孩可能會有意外 是的 好的 好 第一名 誰啊 是誰啊 第一名恭喜就是換太歲的屬蛇的 怎麼會這樣 我以為他運氣會很不好 結果他是第一名 是 大家都會覺得好像換太歲是不好的 但是基本上不能用太歲來做決定 那我們是用十二生肖它的指揮星盤來看 因為這個屬蛇的它所露的星座 它露有貴星 露有創造的星座 而這個創造的星座 它可以讓屬蛇的在一整年裡頭 大到叩服地去創造所有的一切 尤其打造它的印刺 達到那種登風造極的境界 所以不要聽到太歲就嚇呆了 那其實太歲當頭無福必厚 那沒有福氣就有厚 它是兩個極端 它不顯然就是一定就是厚事 有可能它也是有好的事情 太棒了 那我再恭喜這個屬蛇的朋友 今年是12年 然後蛇的人也是就是狀況非常的好 運勢也是非常的厲害 老師 那誰很不好 好 那我們就來講最後一名的好了 因為我們要特別提醒這個屬老鼠 我知道 因為蛇會吃老鼠 那這個老鼠特別要小心 在本年度裡頭有重大的意外災難事故的發生 什麼 相對的人際公共關係也比較不良 在有駕證券文書契約 或是有關簽字的部分 要小心出錯 小心出包 我剛剛有問老師 說12生肖裡面啊 就是剛剛可能有一些生肖沒有講到 然後他們就很緊張 沒有關係 12生肖就是一個君子 其實就是講一個大概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屬老鼠的 就是叫前面那個屬蛇的保護你就好啦 你就不要跟人家有那個什麼官司的往來 其實真的就小心注意 你的運勢也會非常的好對不對 對 我們自己運勢不好 除了自己都小心以外 我們也跟一些比較好運勢的這個生肖在一起 那如果是最差沒關係 我們也有這個2013年如何開運改運 鎖定我們這個節目 這個頻道 HIT FM 聯播網 你就會聽到 怎麼樣開運 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蛇年說笑 好的 蛇年說笑 我是oh yeah DJ娃娃 我們邀請到的就是 特法童言的蔡上基老師 oh yeah 我是蔡上基老師 我最喜歡老師跟我一起說oh yeah 的感覺就是很開心的感覺 好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那個 就是今年是蛇年嘛 就是這個生肖裡面 財運有沒有比較好的前三名 好 前三名的第三名是屬豬的 屬豬的 對 這個豬最主要是因為它的桃花關係 比如說從事商業的行為 讓它自己產生了一些獲利 所以如果是從事有關文事的 高檔商品的 珠寶 精品 保養品 餐飲之類的 都會有很不錯的獲利機會 但是相對的 你如果能夠四點小匯給他人的話 那相對的 它也會幫助你成為你的介紹人 成為你的條蛙咖 帶動你的商業利益 所以屬豬的不要這麼自私 賺錢也要分給別人賺 不要自己賺就好 好 第二名呢 屬羊的 好 第二名屬羊的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金錢或理財 投資在職場上 是不好沒有錯 但是它如果是在非職場上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個人的投資 比如說像股票 基金 外幣 這一類的很個人化的 不是把錢投在它的事業上的話 那它是非常有利可圖的 所以你只要在投資方面來講 不要把錢丟在這事業上的扣充 事業上的一個發展 而是屬於個人化 個人的理財的話 那是非常OK的 好 也就是說羊呢 就是在今年 這個私房前會就是 賺比較多的意思 好 再來第一名是 第一名恭喜是屬雞的 太棒了 我爸 我爸屬雞 是 好 那這個雞爸爸 他財因非常的好 在短時間裡頭營造最大的利益 但是要小心 在短時間營造最大的利益 他可能是以少博多的 然後以小贏大的 但是這一種的話 不能太過度的投資 或者就是說 他已經有獲得利益的時候 要見好就收 免得是因為 見好不說 這個太過度的投資 因而投資 帶來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現象 喔 老師 我看到屬雞的這邊說 本年的子女會 花費自己的金錢是不是 是 所以等於就是說 屬雞的這個 爸爸跟媽媽們 他的子女 對於他自己個人的金錢 比較容易有消耗的現象 好 所以就是屬雞的爸爸媽媽們 如果說有規劃 要買房子給兒女們的話 不要買 最好是可以 喔 可以是不是 最好是可以 我以為說不要給他 因為兒女會 花費你的金錢嘛 你不如就是有計畫 要買房子給兒女的話 你就買給他 去彌補他可能 在別的地方 花費到你的錢 好 如果你爸爸媽媽 熟雞的話 是 是 就可以跟他要錢 對 所以我們娃娃的爸爸 要買一棟房子給他 對 棒了 我買給他還差不多 好 老師 那我們講完這個就是 有沒有最差 最後一名 好 最後一名 當然聽到的聽眾 一定會這個 跌倒 很傷心 不過就是因為 你知道你是最差的 所以你更要小心 可能因此而屈局必休嘛 好 誰啊 所以聽到不好 不要氣壘 就是這個去年的生肖屬龍的 那屬龍最主要是 到了蛇年的時候 它是一個破財年 容易有金錢財務上的糾紛 或是金錢所產生的災難 甚至就是不小心惹上官司 真的假的 那如果跟人有金錢往來的話 都不太容易有好的結果跟下場 所以屬龍的朋友 你千萬禁忌 不要跟人有金錢的往來 然後不要幫人家擔保背書 小心犯上一些官會訴訟的問題 只要你自己小心留意 那這方面的基地就會降低 好 要記得喔 屬龍的 但我想應該還好 因為去年應該是有很多龍寶寶 就是很多嬰兒 他們是不會幫人家背書 也不會有什麼金錢往來 這個都是屬於年紀比較大的龍 才會這樣的一個行為 對 好 那個要小心喔 屬龍的財運 好 老師我們每一集 後面都要來住 住一些就是蛇神像 那你先住 好 那我在這裡 祝福所有的聽眾 蛇年行答應 健康平安順利如意 好 我要住那些就是 屬雞 屬羊 屬豬的人 就是可以把你們的好運 然後分給其他生肖 尤其是要分給屬龍的 祝大家新年快樂 蛇年說笑 Oh yeah DJ 我是娃娃 蛇年說笑 我們邀請到那個很厲害的白頭髮 然後又很年輕的蔡上基老師 來跟我們講 2013年就是12年12生肖 有哪一些運氣很好的人 然後還有哪一些生肖 必須要注意的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講到的就是 大家都很很關心的一個 是事業 我是蔡上基老師 那個白頭髮的 好 那我們趕快來吧 那個屬兔子的是第三名 好 兔子最主要是 在職場工作上 縱使沒有升遷升官 也會被負以重任重責 會幫老闆掌控上市 或是自己的上面的人 帶來利益跟績效 因此這樣子而被負以重任 那在這個整個年度來講 比較適合從事 有關幕僚長執行長特助的角色 他會有更好的發展舞台跟空間 這是今年屬兔的 在事業他是第三名 所以有很多人都需要他的幫助 他就是有一點 Leader的那個角色就對了 好 再來第二名是 第二名是屬基的 最主要是因為屬基的 他在職場上工作事業上的 投資獲利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年 但是最好是短線一點 不要把投資的時間拉長 等於就是見好就收 那屬基的人事方面 人事就是朋友方面的 人際關係 對 那是小心糾紛 但是幫助他的是兄弟姐妹 親的兄弟姐妹 是兄弟姐妹 所以屬基的可以多多拉攏 自己的兄弟姐妹 可以跟自己在工作上有所結合 好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是屬基的人 你就是原本跟你兄弟姐妹之間 感情不太好 趕快就是包個紅包給他說好聽的話 對 趕快畫乾哥為一搏 趕快跟你的兄弟姐妹和好 對 跟他說一句好話 就可以就是讓自己的好運多一點 好 事業 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是屬牛的 恭喜啦 好 屬牛的考驗增強 升學或是考證照 或是利用考試來得取升遷的話 都是有非常好的印試 但是過程當中是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雖然辛苦他是可以得到美麗的成果 相對在職場上也是全力高漲的一年 所以升官升遷是有機會的 對 但是特別要小心就是說 也不要太過於大意 大意會失驚說 免得這個就是 煮熟的鴨子 他竟然還可以飛走了 所以暗地裡還是屬於有小人做梗 所以這個屬牛的人 當好運來的時候 還是要低調一點 不要太過於 風芒畢露 要懂得如何韜光兩慧 我是覺得屬牛的人應該都比較腳踏實地啦 所以就是 對 不好的地方 你如果知道哪個地方 你應該都去小心注意留意 它可能就不發生啊 不發生它就是一個好事 那我們事業運要不要來講一下說 其實比較不好的最後一名要注意的有誰 好 那當然就是屬活的生肖 老師就是你 你屬活耶 是的 我是屬活的 對 但是不要因為不好然後而害怕它 我們要有那種很積極的動力 就是知道自己不好的時候 應該要特別的去小心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那不好的地方就是利益的背後 小心常有一些惡運的伴隨 比如說在工作上 它或許可能在表面上可以得到利益 但是後面可能利益 後面可能會帶來是非跟麻煩 那除了這個以外 也要特別小心 在職場工作上容易有糾紛 或者就是因為政策的失誤 讓你在事業為一旦夕 也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已經是一個老闆 或是你是一個領導者企業主 那你的政策要很小心 免得你的政策一旦錯誤 你的公司可能因此一事之間蜀揚變色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還好就是 要叫你在做決定的時候 要深思熟慮 對 小心一點 那你如果不是老闆 你就是特別注意一下 你不要得罪你的長官 上司 或者就是說你是老闆沒錯 但是你是老闆 你還有政府機關你的主管單位 你也不要去得罪他 不要去跟你的主管單位 在嗆聲還是拍桌子 好 那我們屬猴的朋友要注意囉 好 老師最後又要祝福了 要祝福了 好 這個雖然屬猴的 他是倒數第一名 但是我還是要祝福這個屬猴的人 他能夠在12年裡頭 這個12年行大運 那不是只有這個屬猴的生肖而已 其他的人都可以跟著一起好運 對啊 因為我覺得事業 也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的 所以我要祝福大家 如果你很好運的話 請把它分給人家 祝大家天天都很好運 Danky 蛇年說笑 我是Oh Yeah DJ娃娃 今天我們邀請到蔡雙基老師 他每一天他都會跟我一起 Oh Yeah 老師換你快點 我是白頭髮的蔡雙基老師 老師每天都會有不一樣的Oh Yes 但我是聽得非常的開心 老師 我們之前也有講到就是總體運 然後財運 還有講到事業運 那有一些屬生笑說 為什麼都沒有我都沒有講到我 沒有講到的就是他是介於中間的意思 既然是中間的話 他就是平平穩穩安安定定順順的過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大起大落的問題 好就是你不要就是太招搖也不要想把自己想的太跌落 其實你的運氣都是算蠻好的對不對 是的 那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咧老師 我們要來講的就是婚姻的運勢 老師婚姻跟那個感情有什麼不一樣 婚姻就是已經結了婚的人 或是還沒結婚想要結婚的人 那感情來講的話是比較純粹偏向於未婚者的那一些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或是沒有男女朋友想要能不能招來桃花找到他的男朋友女朋友 這個就是所謂他的感情運 可以說是桃花運 好今年12年婚姻就是好運的前三名有第三名是 第三名是屬羊的 為什麼屬羊的一直都有在綁上他們今年好像真的很好運 因為屬羊的他的一些心盤手露的心臟還露得不錯 分配的還蠻好的 所以他有一些狀況他都是擠在前六名以上 他在婚姻的過程當中 太太也就是先生也好就是配偶 他對於整個婚姻的一個動向來講會比較去操盤 那去操盤就比較不用這個屬羊的這個 本身生肖的這個人來擔心 等於就是說有一個配偶可以幫你安排大小的事情 那相對的就是說屬羊的配偶在今年裡面 他會比較強勢的主張 聽老婆的話 那如果他屬羊的女生怎麼辦 屬羊的女生那當然就是他的老公 今年裡頭會幫他安排主張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兩個都屬羊咧 兩個都屬羊的話 那比較有一個平衡感 我知道就是兩個人坐下來好好討論 是 好這個是第三名的屬羊的就是 要聽就是你的配偶的話 但是如果說是男性的族群還沒結婚的 想結婚 想結婚的人 他今年是比較容易結婚的 是喔 我以前有交過一個屬羊的男朋友 是 他有沒有來問你說要不要跟他結婚 因為他之前不想跟我結婚 然後我們就分手了 好 不知道老師我講到我自己私人的事情了 好 第二名 好 第二名是屬羊的 好 那屬羊的最主要是他的配偶 就猶如是自己的大將 自己的幕僚長執行長 可以幫助自己料理許多的事情 但是他料理任何事情 他是屬於你的副手 這樣的一個姿態跟身分 那剛剛講到屬羊的是 男孩子有結婚的機會 如果屬羊的女性朋友的話 他在蛇年也是有結婚的機會的 反正也就是要聽配偶的話就對了 配偶可以幫你照料很多事 不管你有沒有聽他的話 配偶是聽你的話的 OK 那屬羊的是 你可能要聽配偶的話 那屬雞的是配偶聽你的話 然後你使喚他做所有的事 哪有這樣的 好 我們來講第一名 婚姻 是 恭喜屬蛇的 恭喜恭喜 蛇又出現了 為什麼 蛇的婚姻公 因為這個公位裡頭有貴星 所以就是 配偶會是你自己 非常得力的 你才的好幫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蛇的在蛇臉裡頭 真的是非常有福氣的地方 甚至還沒有女朋友 男朋友的人 他在今年都有機會 有男朋友或有女朋友 那有男朋友或有女朋友的人 他都很有機會 可以在今年去結婚的 好吧 老師我們就是婚姻 又講了太多了 然後剩下一點點時間 那婚姻就是最後一名 就是要比較小心要注意的是誰 老虎注意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老虎注意一下 好 然後就不講 你就自己照顧好自己 然後就不管他 老虎的婚姻關係 事實如於比較不協調的 所以老虎的婚姻關係要好的話 要從性生活這個部分去解決 讓性生活之間更美滿一點 那婚姻關係可能就會更圓潤 好 那特別注意配偶 他也比較容易有一些暴躁 或是情緒錯亂忽冷忽熱的問題 那這個是配偶這方面的層面 所以屬老虎的人 可能也要多多能夠去忍讓他的配偶 好 所以在婚姻裡面 屬老虎的人麻煩你 溫柔一點 老師我們又要住了 是 我們要來祝福一下 這個老虎他婚姻能夠安安定定 順順利利 然後走過12年這一年 那相對的老虎的老婆們 也跟老虎之間能夠一起來度過 美麗的一年的婚姻 好 沒有講到生肖的沒有關係 其實就表示你們都很好 那些屬羊 屬雞屬蛇 你們都很好的 麻煩你們照顧一下自己的配偶 好嗎 好 新年快樂 蜀牛虎兔龍小馬牙回忌狗豬 蜀牛虎兔龍小馬牙回忌狗豬 蛇年說笑 我是喔喔耶 DJ娃娃 老師 蔡上機老師該你 我是喔欸欸 蔡老師上機耶 喔耶 我最喜歡老師的開場 他真的非常的活潑 老師其實我剛剛就是有一點快要哭了 我那個未溫 然後我就看一下感情最後一名 竟然是屬狗的啦 是屬狗的啦 老師我不要活了我 那你是狗嗎 我是啊 沒關係 我會教你一些方法 教你一些皮膚 真的假的 那你先教好了 欸 我們那個感情的 我們就要先從最後一名 屬狗的我要先講 為什麼今年這麼水 好 那屬狗齁 在感情來講 它是一個創傷年 是一個災難年 會分手嗎 如果是有男女朋友的人 小心在感情商 在蛇連比較容易出現同床異夢 貌合神離的問題 反正也沒有睡在一起 應該不會有同床異夢吧 但是這個床是無形的床 對 那夢是無形的夢 不一定是真實的 睡在的那一塊床 所以你沒有跟男朋友睡在同一塊床 沒有啊 對 那你太柔後了吧 欸老師 你怎麼這樣 我人家很傳統耶 真的嗎 對啊 老師你不要這樣 等一下人家會亂講 所以就不要同居就沒事 欸 其實是這樣子 共同生活 它出現的摩擦是機力更多 那相對的就是 還是要小心一下 就是平常彼此之間的互動 如果說假設有一些摩擦衝突的地方 盡量能夠把這個氣壓下來 免得就是這個摩擦吵架之後 它的火氣一直往上燒 燒到好像是非分手不可的那樣的風險 所以是說今年屬狗的感情上面就是比較容易發脾氣 是 而且屬狗的男女朋友也比較容易動出 就是有十八般武藝搬出來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所以就是 萬一我就是也有人是單身的怎麼辦 呃 單身的部分其實齁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在今年要特別小心 因為齁 如果是單身盤連來找桃花 它比較容易碰到危險情人 那就會被情傷或是被欺騙 那有時候如果比較嚴重一點不走運的 就是那一些狗狗當然也有比較好運的狗 也有比較差的狗 那一些比較差的狗就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情傷的部分 或是被人感情欺騙鬧上官司 或是甚至雪光事件 老師我一定是那個比較好運的狗 好 那個今天比較特別 我們感情直接從最後一瓶 因為我歐葉DJ就是屬狗的我老師 好我知道了 我要找那個感情前三名來幫助我自己 好 我們現在就很想趕緊前三名包 第三名是兔子 又是兔子 是 藍朋友是兔子嗎 不是 不是 那補不到 老師你很奇怪耶 好 老師現在等一下要挖洞給人家跳 好 來 這個兔子本年是一個桃花的旺盛年 可以說是滿年春色關不住啦 左右逢源 桃花很多啦 春色 講到春色 是啊 所以藍女性的關係也比較頻繁複雜一點 屬兔的人 因為他桃花很旺嘛 所以藍女朋友交往的機會很多 那相對的有時候只要藍女之間兩性 只要看隊員 搞不好就很快的進入那個愛河裡頭 然後進入藍女之間的關係 不要亂來喔 屬兔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要特別注意 在沒有感情的基礎架構之下 太快速的發展有時候不是一件好事 老師你看就像狗一樣那種傳統的 什麼只剩一分鐘什麼那麼快 老師好 直接第二名 屬蛇的感情穩定 精神心靈或是肉體上的品質都非常好 真的假的 老師 所以我要交一個屬蛇的男朋友對不對 要滿足你的心靈跟精神跟提升嗎 還好 OK OK 太棒了 好 那第一名是屬牛的 又是牛 因為牛在桃花非常旺盛 他是享受桃花的一年喔 尤其是女性族群 或者是經濟能力比較多精的人 他都可以得到愛情的滿足跟照顧度 那相對的桃花一望之後 也可以因桃花而帶來好的金錢利益跟物質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運氣 所以他類為第一名 所以牛之前就是我們有講 就是事業也很好 所以牛真的很好耶在感情上面 好吧 所以如果是最後一名那個屬狗的生肖 如果說是感情的對象是屬牛的 那這樣的組合就很好 感情這種事情 你也知道就是不一定的啦 對 沒錯 而且就是只要多多注意一下 不好的問題在哪裡 你不要去犯賬 那可能就沒事 老師下一集我們直接講來改運好了 好 祝大家今年感情運都很好 好 換你 老師你沒有住 好 我住所有的生肖 在感情能夠順順利益 好 穩穩定定 好的 新年快樂 鼠牛虎兔龍刷馬牙活雞狗豬 隔年說笑 我是奧葉DJ娃娃 老師換你 我是奧葉 我是蔡上基老師 老師你是不是很會唱歌 我不太會唱 但是因為我怕人家學我唱歌的方式 所以我都故意把它唱走音 這樣子人家就不好學 老師怎麼那麼可愛 好 蔡上基老師太棒了 一個非常幽默的老師 那他今年呢 就是在12年之前已經跟我們分享很多了 那今天呢 要來分享這個 其實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健康不好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你說不重要嗎 其實真的很重要 對 健康你如果不好 錢也賺不到 那個老婆老公跟人家跑 也是 這樣講好嚴重喔 好 那我們那個 十二生肖的前三名 有誰呢 好 第三名 特別注意的是鼠龍的 鼠龍的比較容易有心靈跟精神上的壓力 記憶力也會比較退化 腦力退化的問題 尤其年紀比較大的人要小心 就是比較容易有那種 像老人痴呆症的症狀出現 是喔 那這個男性的朋友要注意男科的疾病 女性的朋友要注意婦科的疾病 好 我知道了 那鼠龍的表示 請你從今年一直打麻將打到年尾 你那個老年痴呆症就可以復原 運動啦 是 對啊 男生要注意生殖器 然後女生注意婦科 都是在下半部的 對 好 那第二名 好 第二名是屬羊笛 羊笛它比較容易引發一些精神壓力 那腦神經衰弱或是憂鬱的一些症狀 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憂鬱症的族群 特別要注意這個屬羊的生肖 它比較容易引發或是發生這樣的機會 那同時屬羊的朋友要注意一些流行性的疾病 像一些感冒流行傳染之類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也比較容易因人引起的災難 因人引起的災難就是人為的意外事故 這方面的屬羊的注意 感覺比較就是情緒上比較敏感一點 對 好 那第一名 最好的就是猴子的 猴子 所以健康猴子 你也老師 對 所以其他的硬猴子不太好 但是健康的部分它算是第一名 那第一名當然雖然 來 老師我來幫你念 那個健康篇 屬猴齁 然後那個屬猴的第一個就是說 小心性生活 重慾過度 要截止 老師不能亂來喔 是 歐彌陀佛要截止 對對對 但是猴會吃太好 對 引起一些吃太好沒運動的一些身體的壓力 那當然就是吃太好有時候 這個要消化 消化沒得消化有時候會從性慾方面去發展 所以也要注意重慾過度 所以吃清淡一點這個欲望也不會太高 所以要運動啦 不是在家裡運動 是在外面運動 對 你如果是平常多一點運動 把你的身體的一些體力給它消化掉 就不會想中想西的 那如果我泡泡澡可以嗎 也可以啊 因為它也可以讓你的熱量排掉 好 老師講給自己聽的 老師屬齁 好 老師那健康最後一名呢 我看原本在很多榜上面都有很好運的蛇 為什麼蛇健康是最後一名呢 尤其就是蛇它在外面的風險比較高 所謂外面就是人出門在外 小心的意外 雪光之類的發生 你是說我如果走去過個斑馬線 有可能會就是車子比較容易看到它嗎 是 車子比較容易看到你 而且看到你的那輛車子可能不長眼睛 或者就是碰到酒空的 或是像有時候喝完酒之後 酒駕的那一類的 它可能比較不挫巧去碰到蛇的族群 所以蛇的今年是不是也不要出國好了 因為出國要特別小心去一些有危險的國家 又就是像一些恐怖攻擊國家的地區 突發狀況 突發狀況 槍炮彈料的問題 蛇在這方面是特別要注意的 同時蛇自己也要注意職場上的一個發展 然後它整個精神跟體力投入進去之後 然後引發了這個身體不堪負荷的問題 所以我這樣總括看一下健康篇的每一個生肖 其實注意的就是在精神方面的 我覺得其實只要運動的話 其實都我覺得健康都會還蠻穩定的 好 老師 最後要注意一下 老師我要先聽聽 好 我要祝我們所有的生肖 不管是好生肖不好的生肖 在10年這一年的話 健康真的都能夠平安 而且這一年的話一定要多運動 然後多多接受大自然 到教外去走走 然後擁抱大自然 那個心曠神儀的力量 可以當無形的良藥 好 對 因為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所以我也要祝所有的生肖 心 臟 都很強壯 祝大家天天都開心 只要心好了 什麼都好了 對不對 是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喔耶 隔年說笑 我是喔耶 地雷娃娃 喔耶 我是喔耶 蔡上基老師 那個北媽媽 那個蔡老師 蔡老師非常的可愛 她就是頭髮很白 皮膚很白 然後她講話也很很幽默 老師 謝謝你 就是今年過年的這個特別節目 來我們11的靈波網 就是提供很好的就是生肖 就是哪一些運氣很好啊 哪一些運氣比較不好的 也要我們注意 所以謝謝你的智慧 跟我們來分享 不用客氣 所以我要跟我們那個 所有的聽眾朋友講一下 要怎麼帶來好運 老師 開運 就其實開運 就沒有再分生肖了啦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 要怎麼樣 就讓自己運氣變好 不管你是生肖好運 或是不好運 這個開運的方法都可以帶給你 所以我們這個好運的一個概念 老師 我的紙準備好了 我要寫筆記 這個概念就是把壞運趕走 把好運招來 那我們每一年裡頭都有五個氣 最好的氣叫生氣 就是很生氣的生氣 什麼意思 五氣是什麼 每一年都有五個氣 就是一年裡頭會有生氣 忘氣 死氣 退氣 煞氣 這五個氣 那裡頭最好的叫做生氣 那要一直發脾氣嗎 沒有 生氣的意思不是叫你去發脾氣生氣 生氣的意思就是好的氣生生不息 叫生氣 那要怎麼生 怎麼生很簡單 因為2013年生氣它五行是屬火 所以你只要在2013年多多用火的能量 那你就可以帶來2013年的生氣 把壞運趕走 把好運招來 火它的顏色是紅色 老師 你看我們HILLA FAN 聯播網 就是紅色的 完了 我們電台要很旺了今年 不是完了 是太棒了 對 我們HILLA FAN 它是紅色的 所以很旺 對 好 繼續 那那個紅色的 就是我們要穿紅色的衣服 紅色衣服 對 因為紅色是屬火 所以你多穿紅色衣服 如果說你是制服不是紅色的話 那你就把紅色穿在裡頭 內褲 內衣內褲 襪子 也可以 挑染紅色可以嗎 對 挑染紅色也可以 那還有就是像我們女孩子 有時候會修指甲 做水晶指甲 擦指甲油 對不對 紅口紅 對 你除了剛剛你說的口紅 它是塗紅色的以外 唇膏紅色以外 那你可以你的指甲是塗紅色指甲油 那你的指甲如果要修指甲 你要修尖頭型的 因為尖頭型的造型它屬火 所以火它有顏色 它有造型 那顏色除了紅色的衣服以外 我們也可以吃一些天然紅色的食物 櫻桃 櫻桃要選紅色櫻桃 西瓜 紅肉西瓜 是 小蕃茄 紅的火龍果 是的 吃紅火龍果 連大片都是紅色的 草莓 還有 桑聖 紅色桑聖 那或者是紅色的李子 紅色的 然後是紅的發紫 紫色可以吃嗎 紫色要紫紅色比較好 偏紅 反正你想要開運 想要讓自己運氣好 覺得今天自己有點衰衰的 就是要吃 你就去當天吃點紅色的食物 比如說紅豆湯也可以 紅豆湯 紅豆湯 紅棗 還有就是肉森花茶 紅玫瑰花茶等等 這個都是 如果我用紅色錢包可以嗎 紅色錢包當然是可以 那只要有紅色的 不管你穿在身上 身上所使用的東西 包含你的眼睛 多多看一些紅色的物體都有效 是喔 對 好 請大家看我們 11聯播網的那個標誌 就是紅色的 對 那所以聽11聯播網也會好運對不對 因為我們電台是紅色的 只要你認了自己運氣有點爛爛的 叉叉的 趕快打開那邊聯播網 用聽的就可以聽紅色 然後你整個人就運氣也會很好 是 好 我們要非常謝謝老師 就是在今年的這個一開始 就是在農曆新年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非常簡單 今年只要你要開運的話 就是紅色 紅色就會對你非常的有幫助 再一次謝謝蔡兆基老師 謝謝 新年快樂 也祝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12聯行大運 好運好到不行 喔耶 謝謝 哈哈哈